你是别去了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钱 我向你保证没事 你怎么保证啊 明天我去巡捕房找皮特辰 皮特辰 你就不怕他们是一路的 巡捕房的人没有那么傻吧 这么大的一个罕见 谁敢跟他是一路的 我觉得还是会有危险啊 唯一的一条路 这个线必须冒了 你放心 真的喜欢吗 喜欢 好 先生 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 我是天体报社的查理 我来找李兰群先生 请跟我来 李先生 查理先生 来来来 快请坐 坐 这位是我的律师 傅先生 你好 律师 和府堂怎么没来啊 他在西餐厅呢 他让我带给你 你 这个委托书 以后银行的事情由我来劝劝打理 这个 请你过梦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我当然一个人 这个 都可以 但是 你们圈里银行和你的个人签章在哪里 只要餐厅那边交接顺利的话 我的人会马上打个电话来 我马上签字 好的 老板 楼下全是记者 我知道 下去吧 这种群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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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讨厅 那群意的机会 一群意的机会 把这种群意的机会 算一样 你就可以吗 Hold我想 和他知道 我接受 让他们进来吧 算了,我想 你 还给你 �长 东西带来了吗 带来 给我 等那边打完电话 我的人新认安全了 这东西我才能给你 我要是不打呢 你以为你今天还能走吗 都不许动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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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想火拼吗 你们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陈长官 有事吗 鹅府堂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什么都知道 陕西的通缉药犯 黄山村匪部的老三 今天落在我的手里 东西给我 给我 看看 有问题吗 没问题 给你们老板打个电话 跟他讲 一切安全 给大家看 喂 浪哥 和福堂已经被控制了 太好了 东西呢 东西都已经在我手里 放心吧 好 我明白了 看着赠加监惠 沈长官 你什么意思了 跟我回趟寻补房 禾华德先生 餐厅那边已经交接完毕了 那猜号了 你们能把它放着 现在就麻烦你履行你剩下的承诺 好 给 谢谢 李先生 合作非常愉快 我先告辞了 好 送送 跟着他 只要他离开那些记者 把他拿走的文件给我拿回来 是 不用了 先把你自己的事情说清楚吧 你们什么人 我是调查科的 他们是夏菲璐寻补房的人 现在已涉嫌卖国罪拘捕你 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调查科 卖国罪 你们搞错了吧 没错 你现在是法租界不受欢迎的人 我们奉命将你驱逐出去 有什么话留着到华界或者公共租界再说吧 走吧 我 陈长官 谢谢你 您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何先生 你从哪弄来干 这个你不用管 你从李兰群那儿拿了不少好处 这我知道 但从你眼神我看得出来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汉奸 我确实不知道 他曾经告诉过我 周宇童是汉奸 周宇童是替罪羊 李兰群派人从我那儿把他抢走了 估计已经被杀了 李兰群昨天晚上还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去天使西餐厅抓你们 他们约了和我交易 何先生 实话跟你讲 这里是法租界 就算李兰群是个卖国贼的话 这也不归我们寻谱方管 得找调查科的人 再说了 你在陕西干了那么大的事 我可以来抓你 这是我执者所在啊 他继续去 小李 卖国 128之后 上海少了八十万身连 这跟你没关系吗 因为 这么大的寒奸 也是你绝好的升线机会 接调查课 何先生 真正了不起的人 是你啊 预祝陈长官高升吧 谢谢了 多谢 再见 再见 误会 这肯定是误会 你们寻补房的皮特陈可以证明我 看看这些照片 这是和府堂委托皮特陈交给我们的 他们说 元舰会在下午送到 责任的 主持人 查理先生来了 查理先生 听说您购买了群立银行一半的股权 是真的吗 是的 完全舒适 我刚刚签完字 请我们了解 您之前在上海负债累累 怎么会突然有一大笔钱收购银行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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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很神秘的朋友 他不让我说出他的名字 这个银行其实意义上是他的 不过也有我的功劳 我们的新银行 我们明天就会挂牌奸财 他的新名字叫做富有银行 查理先生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这一问题 我还没有说完 我们富有银行 明天挂牌以后会捐出五十万 给上海有需要的人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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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查理先生 你快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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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蓝群来了 快快快快 是虎龙虎糖 李先生 我 teaching你 我娘的妈妈 不想要 你 我带她 我带她 留病呀 那我带她 你带她 别人带她 你带她 在跟她 咱们这个 通宿吗 夏凌 我们三个 谁传我被轻易对人笑 一笑就露瞎了 这里咱们前有点道路 他真是这个人 说啥呢 没事 Tony 这里是上海 你车子走吗 我来就是为了走 金融是你本来的专业 查理你留在上海看银行 我特别放心 安悦向我汇报就行 到时候让罗东梁来辅助你 Tony 你放心 我在 附有银行就在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什么 我想着你以前 偷渡躲在船上的样子 你怎么就记得这些事 你怎么不记得我上过大学啊 你读建筑学真的是太取采了 你不能干更大的事情 查理 我只会开房子 而且是会风雷震开房子 在这儿我是虚度光明了 好嘴了 齐也 突然给你收我的心 好的 好的 我去跟东梁高跟着 老吴 保重 那个 少花点钱 少去点钱 找个好姑娘 嫁了吗 老吴 行了 我知道 帮不上你忙了 很等待 这个就不用你费心了 保重 再见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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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纯粹黑暗的时代 你我的灵魂中 都有一团火 我们不必相互取暖 而应该去照亮更多的人 燃烧吧 扶他 告诉大哥和贾桐姐 就说 我很高兴认识你们 谢谢你们救了我 游小姐 这些话应该是我们对你说的 如果没有你 我们也做不成 不要说这样的话 真的 毕竟我们搭扰了你的生活 你跟李兰群 不 他是我的仇人 我的爸爸和小滴 就死在渣北的轰炸 你会忘了我吗 连克 你会忘了我吗 会不会 不会的 我相信你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会留在上海 上海是我的家 我相信 我们还会有再见面的那一天 会的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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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丁不能白死 我们要给他报仇 可是 李兰群还有他的手下已经死了 不行 之前和李兰群相关的那几个汉奸都还活着 老吴说得对 全部找出来 一个不了 对 回来了 好 好 números 你也不过 近的人 每od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复堂 复堂 吃王司令的饭 吃王司令的饭 传王司令的衣 传王司令的衣 衣 衣 不齐不齐 重来 再来再来再来 重来啊 都给我精神点 吃王司令的饭 吃王司令的饭 传王司令的衣 传王司令的衣 不齐不齐不齐 再来 重来啊 看 吃王司令的饭 吃王司令的饭 传王司令的衣 这就是那个何复堂 你看这什么富有银行当家人 这不就是那个霍华德吗 娘的 这么说 他们两个是一伙的 何复堂 你等着老子 何复堂 你等着老子 何复堂 在上海取得了充裕的资金 这让他建设风雷阵的梦想触手可及 可是在风雷阵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 咱们走了这么多年 哥 风雷阵一点变化都没有 哥 咱这山高防御远的地方 八百年变不到哪儿去啊 谁说不能变 我回来就得变 我回来就得变 改造回路街 要让他重现繁荣 这回咱们有的忙了 这大街上怎么没什么人呢 像一条鬼街 没错没错 咱们不都是 我俩都刚才那鬼鬼都出去了 俄府堂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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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俄府堂 爹 我把府堂带回来了 还挺好的 让我向您问好 你怎么没死在外面啊 死过几次 命大 当家的 这东西我认识 这是钻石啊 这可比那金条值钱多了 这往往不淡 这些年在上海当图服 可没少弄东西啊 狼行千里吃肉 狗行千里吃屎 你还挺有本事的 那什么呀 拿过来我看看 这什么呀 那是我画的图 那是我画的图 风雷阵的地图 这什么呀 那是我画的图 你别撕啊 看下话你撕他了吧 别撕 没想到的 你折腾了这么多年 最后还是在我的手里 你没发现 我就是你的克星呢 韩城的明觉朱彩玲 是我 怎么车祸 我带带你 当初你们两个一搭话 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聪明的姐姐 聪明 屁 尽服尹服 拖出去三刀六眼 二全 你别做太绝了啊 我当年要杀你 可活不到今天 二全 那是你活该下去 拖出去 二全 二全 走 走 我求你了 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你杀了我 放了他们咱俩两亲行吗 三日之后就是我爹的结果 到时候你们都得去看看 去 有谁都不许再回来 那就 那就三天以后 让彩玲跟我一块行吗 行 行 你给我磕三个想头 我就让你跟她一起死 我当你敢磕 你可以给我看看 你说话算话吗 你说话算话吗 你笑着吗 你笑着吗 来 你再来 我 我 把他们看好了 分开关押 三天之后 把这些东西 跟他们一起送到我爹那儿去 那假的 这 这也太多了吧 钻石金条不能陪葬 闭嘴 你是不是想跟他们一起陪葬啊 我 下去吧 下去吧 你怎么才好 有谁 我 他 你先伤识 我 我 你 我 你 你还记得我吗 何老爷 何老爷 你还记得我吗 你不是刘儿签的押缝吗 何老爷 我是姓儿啊 就是当年您刚回风雷震 我家欠了刘家印子钱 回正仙要把我卖到窑子去 是您用一块扬表救了我的命啊 谢恩人 给恩人磕头 快 快起来 快起来 你叫什么名啊 我叫姓儿 姓儿 是 何老爷 是我呀 这些年您过得好不好 我月月初一十五都在烧香念佛 保佑何老爷过得平平安安的 好 孩子快起来 起来说我 你怎么到这儿的 后来我嫁了个男人 我男人和我小叔子 被抓在刘家当差 所以我就一起跟过来了 你快跟我说说 刘儿全为什么这么大的势力 您走了之后 刘儿全就联合外面 一个叫什么旅长的 在风雷镇种上了大烟 是吗 刘儿全能跑的全跑了 我们本来也不想在这儿当差的 但是我们都不过人家 刘儿全和那个什么旅长 在这儿冲大烟了 是的 您稍等一下 来 给恩公磕头了 快起来 您靠起来 这是我男人 这是我小叔子 都是自己人 好 当初不是何老爷您 我家媳妇就被户害了 我们庄家人 没见过世面 也不懂什么大道理 但是我们有良心 他们要害何老爷 我们拼了命 也要把你们救出去 谢谢兄弟 我和我弟弟 是给刘儿全抬轿子的 他们都有些怕我们 等到晚些时候 我们再想办法 把大伙弄出去 不行 你们不能去 他们人多失重 搞不好怕你们都打进去了 你们刚才说 他们俩是 给刘儿全抬轿子的吗 是的 好 二小姐 二小姐 和府堂说 她有件东西要给你 现在就得给你 进来吧 全部都打爆了 阿佑 王佑 可爱 行 把她干好了 明天早上我们就回来 进进吧 合老爷 要不然现在 我先把夫人和您兄弟先放出来 不能放 明天我回去再说 这么晚了 去哪儿啊 谁呀 瞅什么瞅 你眼睛瞎了 大唐家的 废话 不是不是 大唐家的这么晚了 去哪儿啊 你知道和服堂是什么人吗 以前是大土匪 他手底下几千人马呢 说不定就什么时候杀过来了 大唐家的 这是要去林云县 找牛旅长搬救兵 了大爷 大唐家的没回来之前 可不能对和服堂他们先下手 知道吗 哦 大雅 大唐家最信任的就是你 老二要是有什么不轨 你就先把他绑了 行 放心吧 开门 胡桐家 你说 你真有趣 也真有趣 不许 有趣 那你有点 知道是徐若老先生家吗 知道 去那儿等我 就说是我的朋友 好 快走 快走 我们走 走 谁啊 何思义在吗 在 等一会啊 你们走了以后吧 风雷阵就闹饥荒 饿死得逃走得不计其数 转过年来 刚过了二月二 又来了一堆大兵 挨家挨户地抓壮丁 我们广平也抓了不少 我听说 他们给每个人发一包 婴宿种子 让大伙儿种大烟 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 后来我听你姐夫说 是刘二泉花钱 把县里的牛旅长请来的 大伙儿把年年种的那个大烟 都上交给他们 用割下来的烟浆换粮食 要不然就得饿死 那怎么没有人反抗 所有的地都被铲光了 要是不种大烟就地枪毙 傅唐 不是姐说你啊 就是你当年对刘二泉太仁慈了 所以才种下这个活根 这件事太棘手了 刘二泉的后面是牛天赤 牛天赤就是县城一大老虎 谁敢动他 姐夫 救人要紧啊 我把刘二泉绑在柴房 最多也就只剩了天亮的 天一亮他们发现了 才零他们全活不成了 我的人都在凌云 这儿就我光杆一个 我拿什么帮你啊 杰丰 你看看这样行不行 咱们连夜走 到凌云把警察调出来 把刘家端了再说 不行不行 跟牛天赤作对 我这官儿丢了诗小 脑袋也悬了 天饼 府堂要是出事 咱全家谁都活不了 这牛天赤 他能放过你吗 我 我是他姐夫 让外人知道我们这 这层关系 所以啊 你和府堂的关系 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就算我把人着急齐了 我找什么借口去刘家抓人 这个好办 姐夫 我来想办法 你想办法 你能想出什么好办法 你不就是个土匪吗 对啊 姐夫 我是土匪啊 这 这就是你弟 对啊 对啊 姐夫 我是土匪啊 快 走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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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点 快走啊 坐这儿 快 都站好了啊 局长 出什么事了 废话 没大事能赶这么早吗 各位 土匪王三春等残部 流窜到了林云县 打这个家伙 王三春是个巨匪啊 咱这点人弄得过他吗 好了 都别说了啊 是 王三春现在落脚风雷阵 弟兄们把家伙都给带齐了 准备出发 谁要是抓住了王三春 上面将大洋一千 全体都有 出发 下座转 跑步走 走 冷根里根冷根 冷根里根冷 冷根里根 别出声 别出声 冷根 别出声 冷根 冷根里根 二当家来了 和服堂那个王的老实吗 老实 一个晚上没动静 萧儿刚进去给他送饭呢 把门开开 我看看 二当家的 二当家的 慌什么呀 出什么事了 慌什么呀 出什么事了